Linux Meet系统安装 在这个单元要为各位介绍 如何安装Linux Meet到我们的硬碟里面 在我们之前单元有提到过说 如果你要在你现有的Windows作业系统底下 新增一个Linux系统的话 务必要把你的硬碟切割一个未使用的 未配置的分割区 好,那我们来进行安装 请到选单 好,管理 然后右侧可以用滚的选安装Linux Meet 好,我们点选Linux Meet,安装 好,密码呢,ntpc 好,enter 好,语言呢,我们可以选中文繁体 好,继续 好,那目前呢,是没有连到网机网路的啊 那 在安装的时候是没有关系 好,那我们有 可用硬碟空间可以使用 我们继续 好,那它有侦测出已经有下面的分割区 好,我们要继续安装 好,那请安装程式卸载以下的 那SDA呢,就是第一颗硬碟 SDC呢,是我后来使用的第二颗随身碟 好,那我们就 根据它的建议,我们都是按 是,好,卸载 好,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安装程式 正在抓我们的硬碟里面 第一个,它会发现我们目前电脑里面有安装Windows7 好,那因为我们已经有切了一颗未配置的 未使用的分割区 所以我们可以选这一项 好,将Linux Meet和Windows7装在一起 那它重新开机的时候呢 会有选择,但让你选择 你要使用Windows7还是Linux Meet可以进行开机 那第二个呢,就是把你的Windows7的系统呢 全部替换掉成Linux Meet 好,那这个呢,大概是不会建议各位这样操作 好,那这个其他呢 是更细微的调整分割区部分 好,那这边呢,调整分割区呢 比较不灵活 好,那如果说你要去手动调整分割区 还是建议用我们以前介绍过的分割工具 好,Gipolit 好,使用这个分割工具去做分割比较方便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检查一下 好,你会发现我们之前已经有留了一个未配置的硬碟分割区 好,所以我们就直接选第一项 好,把Linux Meet呢和Windows7呢安装在一起 好,通常地项会是大家的预设选择 好,记得你要先用工具把你的硬碟切出一块未配置的区域 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立刻安装 好,那安装的过程呢 好,我们这边区域我们就按继续就好了 台北,通常是不会错 好,键盘排列方式我们按继续都是汉语 好,你是谁,你的名称还有电脑名称 好,这边呢,请各位记得 如果你是使用这个NTPC的ISO档的话 务必要把这个名称呢,取一样的名称NTPC 好,密码呢,一样是NTPC 好,NTPC 往后呢,你可以自己去修改密码 但使用者呢,一定要用NTPC 因为这个使用者呢,他已经有调整好一些选单的字体大小 还有背景之类的,还有一些预设的程式捷径 好,那各位如果还不熟悉,请你就依照我的建议 用NTPC当作你的使用者名称 好,然后呢,密码呢,就用NTPC 你可以选择自动登录或者是需要的密码才能够登录 好,我们都用预设选项好了 需要密码登录,好,我们就按继续 好,那复制的档案的过程当中呢 因为我们这个NTPC的ISO档呢 已经包了很多软体 它大概有3G的空间 所以在这个复制的过程当中 可能要十几分钟去进行复制 好,那复制完毕之后呢,就会跳出个选单 好,请你重新开机或者是继续使用 那时候你就可以选择重新开机了 如果说你是使用官网下载的ISO档的话 它复制的过程当中 会有一些画面出现 然后视窗介绍,这个Linux Meet的使用 还有一些功能介绍 好,一样到最后呢,都会有一个 请你重新开机 或者继续使用的一个选项 那你就可以选择重新开机 安装好之后呢,就会出现这个视窗 完成安装 我们可以继续使用 或者是立即重新启动 好,那我这边选择立即重新启动 好,那安装的部分就为各位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